每日神话 这完全是人该做的 应当做诫命来受 就像旧约守律法一样 虽然现在不是律法时代 但仍有许多类似律法时代的话该守住 不是只靠圣灵感动而做 而是人该守的 例如 不可论断实际神做的功 不可抵挡神所见证的人 在神的面前安分守己 不可放荡 说话应有分寸 行事说话 必须随从神所见证的人的安排 当敬畏神的见证 不可忽视神的做工 与神口中的说话 不可模仿神的说话口气 说话目的 外表不可做明显抵挡神见证之人的事 等等 这些都是每个人该守的 神在每个时代 都特定许多类似律法一样的规条来让人守 借此来约束人的性情 发现人的诚心 就如在旧约时代说的 当孝敬父母这一类话 拿到现在 也不适应 只是在当时约束人的一些外表性情 以表示人信神的诚心 也是当时人信神的一个标志 虽说现在是国度时代 但仍有许多规条让人守住 过去的不适应 现在有许多更合适的做法让人做 这是必须有的 不涉及圣灵做工 是人必须做的 在恩典时代 废除了许多律法时代的做法 是因为这些律法 对当时的做工不起大的果效 废除之后 拟定了许多适合当时的做法 拿到现在 就成了许多规条 今天的神来了 就给废去了 不需要再受 而且理定了许多适合今天做工的做法 在今天来说 不是规条 而是为了达到果效 是适应今天的 或许在明天 就成了规条 总的来说 对今天的做工 有果效的 有果效的 你就应守住 不管明天怎么样 今天做是为了今天 或许明天 有更好的实行法 需你去做 但你别管那么多 把今天该守的应守住 免得抵挡神 今天人该守的最关键的就是 不得 不得七红隐瞒你眼前站立的神 不得在你面前的神前说淫辞妄语 不得花言巧语 骗取你眼前之神的信任 不得在神面前指手画脚 当顺服一切从神口里说出的话 不得反抗抵挡 不得反抗抵挡 也不可辩驳 不可随意解释神口所说的话 当警戒你的口舌 免得因你的口舌中了恶人的诡计 当警戒你的脚步 免得越过神给你划分的地界 使你站在神的角度上 说狂妄的话 因此而被神验憎 不可随意传说神口所说的话 免得让人吃笑你 让魔鬼捉弄你 对今天神的所有做工都得顺服 即使不明白 也不得论断 只能寻求教通 任何人 不可越过神的原有地位 只能站在人的角度上 侍奉今天的神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 来教导今天的神 这是错误的做法 神所见证的人的地位 谁也不许站 说话 行事 心思意念 都站在人的位置上 这是人当守的 是人的指责 谁也不可更改 这是触犯行政的事 是每个人都该记住的 对宝财